各位民族,請各位朋友,各位新聞朋友大家好 在一個民選區域參加遊行示威請人 現在有二十年了 二十年來,競爭不少示威場面 競爭不少請人,參加這麼多次活動 今次第一次被人檢望 這次檢望,我覺得要各位這麼多人的經歷 今次的遊行,七一的遊行 是非常之無理,理性,克制 但居然警方會阻礙檢望 如果不是一個政治檢望 不是因為我民營成,做人民力量的副主席 我相信可能扣我 但因為副一人民力量的成員 所謂各個人,各個其他人 正正一樣的,就講給大家聽 今日特區政府,是用一種黑的手段 去黑兼一個民主政黨 因為今日香港這麼多的政党 將人民力量,是真正為香港爭取民主 爭取普遍的政黨 民主黨何俊仁? 即是我們都放在一起,五頭團 他走去參與小羽選隊 違背自己原則 但人民力量,我們堅持爭取普選特首 正正3月,會有特首的小羽選隊 人民力量,會發動大規模運動 去推動香港爭取民主保守 特首的民動 所以,特區政府 香港那些小小小的小股去告過 所以完全是一個政治威嚇 最終上人民力量跟我們的支持 絕對不怕的 因為民主在他的心臟 我們看回14號 1月14號 台灣會一個大型的民主選舉 人民去選總統 這個總統的選舉 包括一行票 同時我們曾經的參議人士 他們的參議動力都是由監察局走出來的 所以我們不介意被他們抓 或者要坐牢 因為我們深信民主不是請客吃飯 民主必須透過堅持努力爭取 和最重要的市民的支持 首先,我們希望各位朋友和全國朋友 能夠將我們人品力爭取民主的信息 全體出來 好… 我們不介意被他們爭取民主 爭取民主…